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我们今天开始上课 NBC了第2第30课 上次呢我们来第29课请度的意见 今天呢我们来第30 他们是恋胎己见的 恋胎己见 第29课我们说的是爱好 介绍一下张教授的爱好 张教授有什么爱好呢 他就是喜欢养花 养花养盆景修理盆景 还有一个就是花花写字写书法 因为他是教授 爱好很正常 中国的老师基本上都会有这些爱好 特别优雅 特别优雅 特别漂亮 有一些休闲的一个爱好 老师们画画 今天呢我们来第30课 第30课是恋胎己见 就是运动 爱好和运动这两个题目 常常连在一起 一般是说爱好有什么爱好 下棋 下棋 画画 钓鱼 一些爱好 还有一些方面就是说一些运动 运动也是一种爱好 我们看一下太极健 有太极拳 也有太极健 看一下课文里面有谁 他们说些什么 现在八点半了 街上还这么热闹 现在八点半了 街上还这么热闹 这个街上我们有分别为街上和道路上 我们继续说一下街道和路 给大家分别一下什么是街 什么是路 我们先看一下路 这呢就是路 中间的这里 然后这里 这里就是路 这是路 路呢就是车 车开的地方 这条路很宽 很大 很长 很漂亮 这是路 然后我们有街 这个街呢就是 两个 这个街呢就是一个形 中间两个图 一个形 中间呢两个图 所以呢很容易看得出来 形 一个是右脚 一个是左脚 一个是右脚 这是我们的左脚 这是我们的右脚 就是街 就是街 我们看一下街什么意思 这就是街 然后呢 这呢就是街 好吧 然后 然后 这里也是街 街呢 主要是我们走的地方 我们走路的地方 我们买东西 吃的地方 这种街 很多 很多 卖卖东西 卖吃的 等等 上海呢 有南京路 那个步行街 南京路非常有名 可以说是夜市 中心的夜市 北京呢 有万古井 也是一种步行街 步行街 就是我们走路的地方 OK 这是我们 越南 胡志明市的步行街 看一下课文 现在八点半了 街上还这么热闹 这的人吃晚晚饭 都喜欢出来活动活动 都喜欢出来活动活动 你们看人们 又唱又跳 高兴的 玩的真高兴 之前呢 跟大家说这个 优优 优优一般是 又高 又高 又胖 又可爱 又聪明 又漂亮 又美丽 等等 优呢 就是形容词 但少不分 优优也可以跟东词 又哭 又闹 这个孩子的 又哭 又闹的 不知道他想什么 这个小兔子 蹦蹦跳跳 又蹦又跳 所以优优有些时候 也可以加东词 不过很爽 又唱又跳 玩的真开心 那来了很多人 一边跳舞 一边敲锣打鼓 我们有敲锣打鼓 看一下这个词哈 敲锣打鼓 敲锣打鼓 他们在跳什么舞 啊 他们在跳什么舞 跳舞 跳什么舞 他们在扭阳歌 啊 扭阳歌 我们看一下这个扭阳歌哈 OK 这种扭阳歌 扭阳歌 扭阳歌就是老年人 他们穿着红红绿绿的衣服哈 手拿着衫子 和拿着绸子哈 啊 就是 有的时候拿着绸子 就是 绸子 是绸的绸 有时候呢 手拿着衫子 啊 衫子 或者一只手拿着衫子 一只手拿着绸子 然后跳舞哈 就是扭来扭去 扭来扭去 除了老年人以外 小孩哈 小孩子他们也会跳 穿着红红绿绿 穿着很漂亮的衣服 然后扭 啊 有些时候呢 在大街上扭 在公园扭 啊 有些时候还表演 啊 这种叫扭阳歌 啊 扭阳歌 我听说过 是中国 北方的一种民间舞蹈 啊 是北方的一种民间舞蹈 就叫 叫做 扭阳歌舞 啊 扭阳歌 中央的扭阳 扭阳歌舞 扭阳歌舞 扭阳歌舞的动作又简单又好看 因为这是民间 民间就是 老百姓 啊 啊 老百姓啊 他们喜欢唱 喜欢跳 丢过来扭来扭去 扭来扭去 所以呢 动作又 比较简单 如果太复杂了 他们断 他们做不了 啊 所以呢 需要这些动作比较简单 就是1234 扭来扭去 扭来扭去 啊 主要是穿着漂亮的衣服 就ok了 啊 又简单又好看 小孩 大姑娘 小伙子 老人 都可以跳 啊 我们有小孩 大姑娘 小伙子 这两个 大姑娘呢 一般会指那些年龄 在15岁18岁到20 25岁左右 啊 就那个年龄端 啊 就是我们年轻的大姑娘 然后大姑娘呢 是指女的 男的就是小伙子 啊 这是比较年轻的啊 15岁16岁18岁20 22 25 哈 这个这个年龄端 啊 女的 她们叫姑娘 男的 她们叫小伙子 大姑娘小伙子 老人都可以跳 对老人来说 这些扭样歌 已经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活动 哈 她们出来扭来扭去 也是锻炼身体 她们喜欢扭 常常扭的全身出汗 哈 如果你啊 在公园上 锻炼身体 容易出汗 而我们 身体 如果长时间在屋子里没有运动 没有出汗 哈 我们的身体会吃不消 哈 比较 嗯 就是 没有那么多的灵活 我们需要呢 出去 呼吸新鲜的空气 哈 呼吸外面新鲜的空气 然后锻炼锻炼身体 让我们的身体出汗 哈 出汗 就是把我们里面的一些不太干净的东西排出去 哈 通过我们的汗水 哈 通过我们的汗水 把我们里面的炸东西有毒的东西排出去 OK 就是 扭的全身处汗 你看 这种 这种舞 很好挑 我也很想 我 我也能很快的学会 我跟他们一起扭 可以吗 哈 这里 呃 我们扭 呃 我们在大公园上大家都可以参加活动 所以如果你跟他们一起玩 你就可以跟他们一起玩 很很随便 OK 大街上一般都是免费的活动 大家都自由参加的活动 所以你开心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参加 哈 就是我 能跟他们一起你有吗 可以 当然可以 哈 这些他们是一半是不会收费 哈 这种是 啊 街上 街上 道路上 当然可以 哈 不行不行 我还得把工作练一练 哈 要不 大家就都看我一个人有了 哈 要不 哈 哈 要不 要不 要不就是如果不是这样 OK 就看我一个人没有 前面又来了不少老 老人 他们手里拿着什么 哈 这里他们几个人在大街上 啊 看到各种各样的活动 现在中国人也是这样 嗯 可能说是 啊 中国人的 生育 生育的制度 很长时间呢 国家 不给生二胎 哈 不给生二胎 就是不给生第二个孩子 家家户户都一个孩子 或男或女都一个孩子 然后这样的孩子给他们压力 哈 就是 老年人给这些孩子压力非常大 啊 就是一个孩子要照顾很多人 当你 当你在家里 你要照顾你的父母 两个人 你要照顾你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六个人 等你结婚了以后 你要照顾你爸爸妈妈 还要照顾你老公的爸爸妈妈 有些时候还要照顾我们家的孩子 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他们要赚钱 要养家等等 而且年轻人呢 现在他们的娱乐活动 跟以前也不一样 哈 他们喜欢住在房间里 不愿意出门 只有老年人呢 他们才愿意出门 还有一种现象 就是 年轻人呢 他们要上学 他们要工作 那老年人在家里 他们做什么呢 很无聊 所以到晚上 差不多老年人 他们都会到大街上 到公园 找各种各样的活动 来休闲 就是来消耗他们的时间 不然呢 在家里 老头两个 年纪都这么大 没有孩子 没有子女在身边 他们有什么爱好呢 只能到大街上 各种各样的活动 到现在也是这样 因为我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年轻人呢 不愿意出门 年轻人他们喜欢 待在家里 有吃的 打电话就可以 玩的一个手机 就可以玩一个通宵 上班的时候 也是通过他的手机 其他的电脑也可以上班 这样年轻人呢 他就不愿意出门 特别像宅 很宅 我们通过这段时间 也宅在家里 宅成习惯了 我现在也不怎么想出门 在家里有吃 有喝 有工作 有事情做就OK了 就开心了 所以我们看公园 早上 公园人很多 晚上呢 公园街道上 人也很多 而且基本上都是老年人 年轻人很少 他们有一帮一帮 一群 他们手里拿着什么 他们是练太极剑的 手里拿的是剑 这个剑 太极剑也是中国的 也是一种中国武术 也是一种中国武术 我们看一下太极剑 太极剑 OK 这种太极剑 我们看太极拳 这就是太极拳 这里呢就是拳 这是我们的手 我们的手握 握握了 握起来 这就是拳 拳 然后各种各样的 画大圈 画小圈 这样的就是拳 这是我们的拳头 给你一个拳头 就是如果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只有用手 那个是太极拳 拳头的拳 另外呢他们还有太极剑 就是手手里拿着剑 然后锻炼这些他们会穿衣服 为什么要穿衣服呢 因为穿上这样的衣服 你会有精神 会有一种仪式感 仪式感 就是有一种感觉 一种仪式感 另外呢可能说是一种 对武术的一个尊重 你练什么 你要穿相应的衣服 比如现在我们练瑜伽 我们也有瑜伽的衣服 我们练太极拳 太极肩 他们都有他们的衣服 我们学日本的武术 他们也有相应的衣服 当你锻炼这个 你需要穿上他们的衣服 这是一种仪式感 一种对我们的运动的尊重吧 你想想如果你随便穿上一件衣服 就觉得很怪怪的 太极肩也是一种中国武术 中国武术也是中国的一种文化 你看哈 太极肩可以很好的锻炼身体 太极拳太极肩都是一种锻炼身体 为什么说是锻炼身体呢 因为他们学这些 首先呢他们都要学这个 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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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呼气 他们需要控制他们的呼吸 这种呢就是锻炼身体的一个 炼瑜伽也是 炼瑜伽第一呢 我们要锻炼我们的精神就静下来 慢下来 然后我们要注重到我们的呼吸 我们要看我们呼吸到几秒深出 然后几秒出吸 然后我有几个朋友他教我这些 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需要数数 第二三四五六七八 应该一分钟的30 30个数字这样来控制我们的呼吸 这些会帮助我们的身体 所以呢锻炼这些会很好的锻炼我们的身体 而且老年人呢 第一他们在家比较无聊 没有孩子 第二呢就是老年人呢 他们更注重他们的身体 更注重他们的健康 当你20多岁的时候 你身体很棒很健康 你熬夜晚上你不睡觉 晚上你不睡一个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 一年两年 你觉得没问题 当你到30多岁 女生结婚生孩子了以后 你生了一个孩子 你的身体就差不多就毁了一半了 你再生两个 你再生三个 还让你熬夜你熬不住 到40岁50岁他们会发现他们的身体吃不消 特别容易累 所以呢他们更注重他们的身体 更注重他们的健康 如何注重呢 他们在饮食方面非常的研究 要吃什么不要吃什么 吃什么少吃什么多 特别重重 第二呢就是锻炼身体 所以早上他们起来 就各种各样的运动 或者晚上 主要是锻炼身体 我妈妈以前常常生病 不能工作 后来她就练太极拳 练了两年她身体好了 现在可以上班了 不过你不是每天都学太极拳吗 你现在学的怎么样 很多老年人他们身体不舒服 常常生病 他们就锻炼身体 我认识一个朋友的妈妈 她60多岁 不过她家里附近有一座山 然后她跟我说 她那个山呢 要门票 就爬山还要给门票 然后他们办了一个月卡 或者年卡 办了月卡 办了年卡 这样呢 天天她都能来爬山 门票比较低 她每天四点五点多 就起来去爬山 我来她家的时候 我很喜欢这种爬山 但是我爬不过她 她虽然五十六十了 但是她那个山呢 就像跑一样 就非常跨 因为她每天都跑 我们呢 每天都宅在家里呢 不断练身体 因为我们爬了一个台阶 两个台阶就不行了 她那个山呢 像跑一样特别跨 她说 这几年她每天都过来爬 爬上爬下爬上爬下 现在她身体很健康 一个五十岁六十岁的人 看起来像一个四十多岁的人 非常健康 那 练了两年她身体 好了 现在可以上班了 你学了太极拳是怎么样 现在我已经会打太极拳了 最近又开始学太极拳 我觉得学太极拳 打太极拳 练太极拳 对身体是很好 而且呢 这些动作非常优美 那就是我们觉得特别美 特别漂亮 就是很优美 练太极拳就没有柳阳哥那么容易 刚才柳阳哥就是给 就是给老百姓 老百姓就是普通的人 他们出来看了一次两次 看着别人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没有那么多的讲究 那么多的难 但太极拳不一样 你不能拿着一个极 然后又画来画去 不是这样 我们要学 一步一步的学 你们看街上花园那边 围着很多人 那就是街心花园 一个地方 围着很多人 就是很多人围在一起 安静的 没有一点声音 就是他们那边人很多 但是没有声音 他们在做什么呢 咱们过去看看 就是也是街上也是公园 一群呢就是纽阳哥 一群呢就是练太极剑 这一群呢他们下棋 下棋呢比较安静 中国的棋也很有名 有国旗 乡旗 围旗 买将 也是一种下棋 而且下棋呢也可能说是一种智慧 很多人很多知识分子 就是像张教授一样 一般都会喜欢下棋 因为下棋呢比较安静 他们需要一个安静 然后思考 有一个思考 他们要想如何 如何打 如何摆布 如何摆针 如何打赢 这个下棋 也是一种锻炼身体 不是锻炼人 锻炼一个人的耐心 一个人的想法 什么时候要打 什么时候要推 什么时候要施舍 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走 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家 不然呢别人会被别人吃掉 当别人吃了你太多的棋 你会很着急 你会很心急 所以呢下棋 也是一种智慧 他们需要这时间的来思考 看看这个人呢 他通过打棋 来看看这个人 他的性格什么样 他的心机怎么样 是不是一个心急的人 是不是一个不太懂事的人 打了一局两局都知道了 里面有很多东西呢 就是下棋 国棋 乡棋 围棋 各种各样 宋华你喜欢下棋吗 我喜欢 我比较喜欢 小时候 我很喜欢 现在没有人给我打 小时候小学吧 看爸爸 看爸爸跟他的朋友打棋 然后我看上面的那个棋 什么马 什么江 什么炮 什么车 那个时候我就跟中文有一点印象 对汉字有一定的印象 就非常喜欢那几个字 一直到现在我对这些汉字 初步的汉字也有影响 就记得 这个 这个是冰 这个是浆 这个是车 等等 我也会打一些 不过打得不好 嗯 你喜欢下吗 喜欢 我也喜欢看别人下棋 这个棋呢很奇 很奇妙 你打 或者你看别人打也很开心 啊 或者我们呢 打游戏 啊 打游戏 或者看别人打游戏 你有没有喜欢 小孩 小孩他们 特别喜欢看别人 打游戏 在手机上 啊 电脑上 哦 我觉得看别人下 比自己下的更有意思 更有意思 我呢 就有一段时间 喜欢看别人操作 就在电脑操作 特别喜欢看 其实现在也是 啊 就看视频 他们教我们做这个做那个 啊 我为什么做这么些 啊 我会 我为什么会 做这么多 其实我也是跟他们学的 我去找 现在我们的 视频 抖音 YouTube 特别多 这些东西 你想学什么 然后你上来搜 上来找 然后你看 你看 你看一边 你可能看不懂 你在看两边 看三边 然后同样的东西 你可以看其他的老师 呃 有一些 一位老师 他叫他叫我 我不懂 啊 但是我看第二 第二诗 看第三诗 看其他老师 一说 我就懂了 我就操作了 所以看别人做更有意思 呃 有时候我看了忘了吃饭 啊 太太过瘾了 他太喜欢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间 什么时候 啊 所以那些站在旁边的人也是 看下棋 啊 看下棋就是 两个人看 然后很多人在一起 看 是啊 常常 两个人下棋 很多人 围着看 看的人和下的人 可能互相不认识 啊 这很有意思 啊 我们这里有看赌博 啊 就是打牌 打牌也是这样啊 两个人打 四个人打 三个人打 然后围着很多人看 那 东边的利交桥下 还有很多人啊 你听见了吗 那是超进去的 我们看利交桥 这种利交桥 不过呢 这是外面的利交桥 这里应该是一个公园的一种桥 啊 就是过天桥 利交桥 下面 嗯 哪一个是 比较复杂 哈 看起来特别害怕 不知道怎么上 怎么下 五层 哈 五层 这里是哪里 利交桥 我看到这些利交桥 比较害怕 当我 骑车的时候 我看到这种利交桥 就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上还是不上 嗯 算了 这应该要有导航 导航 他们手机会告诉我们 啊 该上还是该下 这些 利交桥 但是公园的利交桥 应该比较 比这个小 啊 我想应该是 过街天桥 这种 啊 这种啊 过街天桥 比较小 啊 东边的利交桥下 就桥下 这个桥呢在东边 东边南边西边北边哈 东边了利交桥下 还有很多人 你听见了吗 那是唱京剧的 啊 京剧团怎么到这儿来唱啊 他们不是京剧团 啊 他们是这个小区的京 京剧爱好者 啊 就有些人他们喜欢唱歌 唱京剧 他们就围在一起 我们公园也能看到这些 啊 就是在一起也唱歌 弹琴 啊 弹吉他 啊 跳舞等等各种各样 啊 也都是一些老名人 都是老名人 啊 以前他们工作的时候忙的没时间唱 现在呢 他们退休了 休闲的时间也多 晚上就来这里高高兴兴的唱一唱 啊 刚才我跟大家说过了 为什么这里老名人这么多 两个原因 啊 第二呢 是在家里太无聊了 没有孩子 孩子呢 都上班了 该上班的上班 该学习的学习 所以呢 在家里老名人比较多 啊 然后闲着也闲着 他们就喜欢到这里 第二呢 就是 爱好 他在身体 他老了 容易生病 啊 宅在家里呢 更难受 所以他们就出来 啊 呼吸新鲜的空气 在公园走走 啊 走走 然后 啊 有的唱歌 有的跳舞 休闲的时间都晚上就来这里高高兴兴的唱 因为爱好一样 不认识的人也成为朋友 啊 同 共同的爱好非常容易搭成朋友啊 啊 就是 我们都有一个爱好说起来非常投机啊 投机 所以呢 很容易呢就成了朋友 一般的说到这个水平都还可以 喜欢听的就在围过来听 他们听的高兴也交好 也是他们的一种修行方式啊 就是 一个人坐 然后围着人很多人看 真有意思 还有很长吗 啊 为什么这么长呢 啊 真有意思 我发现这老年人的修行方 都有很多特点啊 就是这里他总结了一下 啊 几个特点 简单的说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一 第二第三 第一 他们非常注意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老了 我们需要这一些 第二 啊 他们喜欢很多人在一起活动 第三 有的人坐 有的人看 可能互相不认识 但是大家都玩得很高兴 啊 就是三个特点 在一个公园里 啊 这个你到了 你会发现很容易啊 就 每个街道上都有很多很多人 你说的对 当然这老年人的休闲方式还很多 啊 有的坐操 我们看一下坐操 这就是坐操 啊 也是一种干练身体啊 坐操 有的跑步有的爬山游泳 还带着自己的小狗 山步啊 还有带着小狗 山山步 啊 还有在家练书法 或者演画 啊 练书法 演画就是张教授 啊 不愿意出门 也有一种爱好 年轻人呢 刚才说的都是老年人 那年轻人呢 年轻人的休闲活动更多 你看街上的网吧门口 啊 年轻人就喜欢上网 爱上网 上网做什么呢 玩游戏 啊 玩各种各样的游戏 然后你看街道的对面 网吧门口 进进处处都是年轻人 为什么没有老年人呢 老年人他们跟不上 他们电脑不怎么打 游戏不怎么打 所以呢 这里都是年轻人 旁边的舞厅也出来两个小伙子 所以呢 年轻人呢 他们喜欢什么 打游戏 唱歌 酒吧 可以听 等等 那种 嗯 不太健康的爱好 走 过去看看 那我们这里的爱好 主要是说那一些 嗯 运动 而且是街上 公园上的运动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丢丢这一些 我们的 好长 他们没有分成两段吗 好久了我没有看这篇课文 差不多还要记得就是 你们看视频会发现啊 他们好像有 尼波 还有马达尾 还有 还有几个 在街上看看这些人 OK 我们的课文今天到这儿 我会知道 对 你要演出 我 还能看 这儿 是 非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